很简单,我是觉得用最多是插旗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插旗掉的话,那就是用什么?插旗 特别注意,第一个先选要留下来的,要留下来就是外面这个大的 特别说接下来按空白键,告诉他说你已经选到了 很多同学可能太急了,直接就点下面那个,就完了 怎么做就不会成功,做一百次也不会成功,就差那个动作 确认,因为CAD很奇怪,有些地方直接点下一个动作 有些地方要确认,那你要慢慢习惯,要看一下下面 他问你说选取物件,就是要按确认 好,那下一个的话就选这个,再按空白键,确认就挖掉 那一样的方法,请你练习看看 就是说,如果我今天挖的洞,我不要是圆的,我要是方的 我要是方的 了解意思吗?那方的也一样嘛,你就在旁边画个方块 那方块看你的那个直径也是10好了 然后长度只要大于圆柱,有没有 你再把它移到中间,不过移动的话,你要发现 一定要抓到什么呢?那个圆,方块的上面的终点 再移到那个圆的终点,挖出来就会是一个方形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,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练习,其实主要用的最多还是 所以比较会有问题还是那个交集的部分